大家好,欢迎收看新一期的视频 相信生活在山西的小伙伴们一定都知道 山西有这样一座被忽略的城市 虽然坐拥浓厚的历史文化 经济发展总量也仅次于省会太远 但是在国家划分城市等级的时候 却被划分到了五线城市的行列 这就着实有些尴尬了 说到这儿,相信有的小伙伴已经反应过来了 没错,这座山西最憋屈的地方 这座城市的城市便是长治了 长治拥有着非常悠久的历史 早在战国时期,这座城市就存在了 只不过在当时被称作是上党郡 直到今天为止 长治依然保留着上党郡属的大门,上党们 除此之外 长治还拥有着我国规模最大的城隍庙 路安府城隍庙 这座城隍庙光是中轴县的长度就长达408米 其占地面积也就可想而知了 因此从历史文化上来看 长治怎么算也不至于沦落到五线城市的行列 最了解,长治位于山西的东南部 处于山西、河南、河北三省的交界地带 对于普通城市来说 能有这样绝佳的地理位置 就算不想发展起来都是很困难的 因此长治的经济总量 在整个山西省的排名是非常靠前的 就在山西去年的GDP总量排名中 长治以极大的经济优势碾压运程和零粉 紧逼省会太远排在全省第二 并且在两年前 长治还入选了中国地级市民生发展100强之一 同时也是我国十大魅力城市之一 因此无论是在经济文化还是在历史上 长治都有着绝大的优势 被化为五线城市可以说是相当憋屈了 对此小伙伴们有什么看法呢 好了今天就和大家介绍到这里 下一期会带大家去看更有意思的地方 欢迎大家点赞评论 喜欢我就先点击视频右下角的关注哦